我們繼續跟Martin談談他們公司的未來發展 Martin 你們的產品現在仍在測試階段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推出市場 我們現在純白這款第一代油車其實已經推出了市場 它都是比較成熟的 我剛剛提到的一些不同顏色、變色、還有瓷磚 可能就要等多兩至三年 那些到時都會推出市場 除了現在這一款油車之外 我們都希望找更多的客戶去試用 去測試 增加客戶、市場用家的信心 也希望可以增加銷路 即是你很歡迎一些人 如果想使用的話就可以直接找你們去試 是 也可以聯絡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是白色第一代 明白 好 我知道你們公司除了香港 都打算在廣州、南沙裡落湖 其實為什麼會選擇那裡去落湖 因為首先 南沙的地理位置 是在舊山海中心 距離附近的那些城市 例如佛山、中山都比較近 我們公司因為是製造業 形式上是傳統的建築物料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找一些代工廠 在初期就幫我們去代工生產 所以藍沙的位置距離那些花工廠是比較近的 所以我們如果在那裏有一個office 有一個點去到聯絡溝通 就對我們來說是管理上面比較方便 還有藍沙來香港也很近 我們在如果是通關之後 中國碼頭可能坐船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去到了 那都挺方便我們 所以就一開始就選了藍沙作為樂的點 如果之後擴展的話 就再想一下什麼城市是適合我們的 明白 我有些興趣想知道就是 藍沙那邊的租金 其實跟深圳或者東莞那些比是怎樣 因為深圳東莞主要是給一些電子公司 譬如東莞那裏有華為 附近也有一些電子產業在那邊 那邊可能比較適合一些做AI 譬如一些電子產品的公司很多樂務 這樣對他們的優勢是更加明顯的 我覺得那邊的辦公室 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密集型的地方 他們那邊的租金應該是會比藍沙高一些 我們都有問過 藍沙那邊可能租1000呎 它月租都應該是兩三千人民幣左右 如果去到深圳可能是要翻倍的 所以藍沙那邊是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需要的產業鏈 如果我們用的產業鏈子 我們會用的產業鏈子 我們會用的產業鏈子 那是有兩個產業鏈子 然後發售產業鏈子 然後我們會用的產業鏈子 在這裏的產業鏈子 所以我們要用的產業鏈子 然後再用的產業鏈子 我們會用的產業鏈子 就會比較高 如果之後實現了量產的話 成本會降低 產量可以有保證 我們預計明年來就可以跟那間化工廠談好 譬如我們生產時怎樣去搭 產量是多大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明年就應該可以實現到量產 如果樂觀地預計的話 所以我們才說 因為明年是要量產 所以今年就要先去那邊樂戶 註冊公司 設定好辦公室 這樣對我們明年一兩產 其實都是有一個很方便的作用 明白 我想知道你們之前 你剛剛說到創下中國的比賽 其實因為是一個屬於內地方面 即是可以接觸到內地方面的比賽 那天其實你們在裡面有沒有一些新的網絡 有 因為那個比賽的主辦方 在比賽之後他安排了一些企業的見面會 那當時的主辦方就安排了我們 跟廣州一間冷空調公司去到見面 在網上見面 因為他們是幫一些空調 譬如說大樓的中央空調去做一些優化 去改良他們的制冷機的setting point 去幫我們省電的 所以那些公司的客戶群和我們都是很一致 但我們是兩個不同的技術 是沒有衝突的 所以其實之後都會有更加多的合作 譬如說可以將他們的AI去調控那個冷氣機的system 去連同我們這隻油漆一個package 去賣給那些客戶 那就可以幫我們省更多的電 幫我們的冷氣機 所以這個都是比較好的機會 所以亦都是提到 剛剛之前說的那些各種的創業比賽 其實都有很好的幫助 就是可以見識到更加多不同的類型的 相關的公司 對我們之後的商業化 都是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即如果你譬如作為一個前輩 如果你建議一些 譬如都是想創業的一些大學生 其實你都會建議他們 可能參加多些比賽 是的 參加比賽是很有用的 一來可以有些評委的問題 你可以去fine tune到你的business model 第二就是接觸到更加多 不同這個行業裡面的人 擴充自己network 這個也是很有用的 好 麻煩你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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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